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人生思想的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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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各位同修 阿弥陀佛 那我们今天要研究佛说四十二章经 那今天的进度 请掀开经本第七页 倒数第二行 第六章 叫做人恶无称章 经文佛言恶人闻善 故来扰乱者如自尽习 当无称责 必来误者而自误之 第六章他的经文只有两行 忍恶无称 就是说我们学佛修行的人 或者是没有学佛修行 但是都是行善的人 做善事的人 或者就是人世间 把它分成善恶两大类 有善人有恶人 或者叫做善人 讲婉转一点叫不善之人 对不对 分这样善恶 很多行善的人 看起来都比较软弱 比较吃亏 有的时候在行事上 比较弱势 导致了这个行善的人 自己因为善念不坚 就觉得我这样做 到底对不对 我这样做都吃了眼前亏 我这样做好像都被欺负 这样行善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那以后谁还要行善呢 所以佛陀他在第六章教室呢 佛弟子叫忍恶无称 就是说善能圣恶 你行善道 做善事的人 修善道的人 他能战胜邪恶 而且行善之人呢 他的善与呢 不会被造恶的人所破坏掉 这个是佛在第六章 他主要要对佛弟子做的教室 恶人文善 就是说 这个不善的人 或者就是造恶业的人 他没有修身养性的人 纯心不良的人 文善就是听到 有人在做善事 比如说听到 有人在诵经 持咒的声音 他就过来啊 笑你了 找你麻烦了 他会说你这么虔诚干什么 他在前面打麻将 你在后面诵经 他说都是你在诵经 我手气变不好 刚才输的你要陪我 找你麻烦 对不对 这种人有没有 在世界上很多 那同修你 也很多人都有受到这些 违缘逆境 都来跟我说 你应该修忍辱 信心应该要坚定 你看恶人文善 故来扰乱者 扰乱就是来破坏你的善事 一个人学佛修行 他的善业要累积的圆满 他要经过忍辱 他要经过忍辱 磨绕障碍 忍不住 或者经不起 你这个善事就不可贵 所以你看 如自禁喜 如自禁喜是什么 佛陀他教室 你要先调伏自己的烦恼 要冷静 要镇定 这个叫静喜 静喜不是停止呼吸 静 自己不要随便 做很多的事情 比如说不要动手 比如说人家来骂你了 吵架了 或者无理的对待你呢 静喜 不要动作 不要打 不要动手 行 先沉默 冷静 看看怎么回事 然后呢 开始调伏自己的烦恼 我们同修看到 很多的吵架 打架的远镜 我们自己都经历过 别人来对我们的态度 那实在是很无理 实在是很没有道理 实在就是很不友善 实在就太过分了 所以当他这样子恶言相向 或者是那种羞辱你的面容姿态 或者是傲慢无理的动作 为什么佛陀老人家说如自禁喜呢 你先调伏自己的烦恼 一般我们就会发作 对不对 我们就生气了 我们就沉恨起来了 我们就想太过分了 跟他拼了 那佛陀在这里讲这四个字 我们一定要记着 先调伏自己的烦恼 立即订阅观音山龙德上师YouTube 开启小铃铛 就能收到最新龙德上师 显密佛法开示 与直播课程通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